人在看世界上任何问题的时候有好几种观点 所以有一位寺庙的大师 他想选择一个衣钵传人 这时候有两个弟子 一个大弟子 还有一个二弟子 这两个徒弟呢 是他的心中的比较选择的对象 这时候这个师父就说 你们两位弟子到外面去帮我捡一片最美最完美的树叶回来 不久大徒弟回来了 大徒弟跟师父说 师父啊 我给师父的这一片不是最漂亮的树叶 因为我早变了 所有的树叶没有一片是完全漂亮的 这片树叶虽然不完美 但是我看到它是完整的 二徒弟在外面转了半天 空手而回 他对师父说 师父啊 我见到了很多的树叶 但是我怎么也挑不出完美的 所以我一片都没有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师父就将衣钵传给了大徒弟 每个人活在世界上都是不完美的 不完全的也是不完整的 所以我们该有的优点 该有的缺点都是有的 要常常看到别人的优点 不要去看别人的缺点 要懂得看一个人 常看他的优点 把他的缺点看得小小的 因为他是不圆满的 所以你才知道 人才是一个完美的人 是一个完整的人 因为你把他的缺点放弃了 你拥有了他的优点 所以优点永远会让你发喜 常看别人优点的人 这个人就能让自己更加精进 学博 感觉到人是这么的完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